石斑魚女王 台灣百大青農 民宿女主人 街頭藝人 屏東加東鄉瑜伽媳婦羅文林 多重身份的光環下 她也曾經是全職募會的傳道人 跨出船身 就進入到水深之處 所以我覺得很不容易的地方是 我要帶著勇氣跟水省的腳步走 但是我現在抽回到家庭的時候 我就要放慢步調 然後特別要留意我周圍這些家人的需求 所以我要煮飯 我要成為稱職的瑜伽媳婦 巨無霸 炒蝦 這些多重身份轉換的關鍵 來自羅文林見識到八八風災 帶給加東居民的衝擊 因此她與夫婿成為民生跟加東 因為傳福音不能單打獨鬥 必須夫妻同心 把有老風塵 有老風消水果 然後切水果給我吃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信 特別聖經提到 一個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 怎麼能管理教會 我覺得基本上是應該從這裡出發 那文林之前在教會的牧養 那個就是比較針對一些弟兄姊妹 那她回到 我覺得她回到聖經的根本 就是從家庭開始 但如果她在職場 她很希望可以傳福音 那我就希望她可以用上帝給她的恩賜 她本來有的天賦 可以用這個部分去發展可能性 那當然一個就是要有人陪伴 將心歸家的夫妻團隊 時常有許多傳福音的機會 羅文林為了要街頭步道 特別考取街頭藝人的證照 也時常在民宿的大庭院中 彈琴唱歌給前來做客的人聽 但是我去考了街頭藝人徵照 我覺得那是合法的 在地百姓居民非常喜歡我的 我說好來來來 你來你來演唱這樣子 那我就會一邊唱民歌 那有時候唱詩歌 那我覺得這個角色 就是像保羅說的 像什麼人做什麼的 為了要贏得人這樣子 使人能夠遇見耶穌 用柔性的方式傳福音 即便卸下全職傳道人的身份 羅文林與夫婿陳文明 不斷透過見證活出基督的愛 持續為主傳福音 以上是GoodTV新聞中心屏東採訪報導